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一岛之海,关键其实不是火力本周,解放军在南海岛礁部署导弹成了热议话题, 但其实早在2016年,解放军就已经将英机62反舰导弹和红旗9系统部署到了南海, 这次只不过是据说美国人从类型照片里认出了英机零下12岸舰导弹, 于是赶紧又借着英机12航母杀手的名头炒作一番, 美国防务周刊杂志还画出了两张红旗9导弹和英机12导弹覆盖区域的图片, 看着是触目惊心啊,红旗9是按照200公里的半径化的, 而英机62则是按照对固定目标攻击的最大射程600公里化的, 反正是连越南和菲律宾的部分领土都被纳入了英机12的射程范围, 美国人当然说,你这是对南海航行安全的威胁咯, 虽然大家心里都知道,受到威胁的其实也就是美国海军的自由航行, 吧,但问题是美军在南海的自由航行, 早就在中国南方部署的东风21D导弹威胁之下了吗? 要不然为啥2016年广东那边东21D一竖起来, 美军气势汹汹要和中国南海大演习, 打对台的行动就耸了呢? 就在有些国家的媒体莫名惊诧时, 他们的军队其实已经耸过一次了, 所以这次关于南海岛礁的导弹部署, 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不过是他们中国威胁论的, 又一轮炒作罢了。 当然,对于那些总是怀念在全世界海域四五, 忌惮的老牌帝国主义怀念者们来说, 中国的任何发展都是威胁吗? 然后这中间还加着个澳大利亚, 大家都知道去年朝鲜导弹是射后, 澳大利亚报纸大呼小叫, 讨论朝鲜导弹威胁, 今天一听说中国国防部正式公布东风二十六已经列装, 以及美国媒体惊呼中国在南沙部署导弹, 澳大利亚报纸居然直接说, 不要再担心朝鲜的导弹了, 真正可能达到澳大利亚的是中国的东风二十六啊, 然后说要引进陆基轴斯顿系统来进行防御, 说得好像澳大利亚真是亚太地区真正重要的国家一样, 当然, 在对亚太地区供应奶粉这件事情上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 不过这些细经的表演我们不必真正在意, 真正让人想要说说的, 还是南海岛礁的真正重要价值, 首先笔者要说一个很多年前, 大家就已经在说, 但从来很少真正当回事, 而且媒体也不怎么在意的话, 现代战争是信息战, 事实上, 信息从来都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我们不说远的, 冷战时期苏联的反航母作战, 要想成功实施, 首先就需要卫星进行复查式定位, 通过主动雷达, 被动无线电侦厅, USA USB系列海洋侦察卫星, 卫星首先确定敌方航母舰队的位置和动向, 然后用TU-142雄狮等海上侦察机, 进行跟踪定位, 同时将其动向信息, 通过数据链发送给分支他来的, TU-16, TU-22, 海军水面舰和核潜艇, 只有先做到这一步, 接下来才有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导弹, 苏联USA型和动力海洋监视卫星, 型号缩写, 恰意监视目标的国民一致, 而美军航母编队的对抗手段, 也是要以机动, 干扰, 打击苏联的侦察手段, 未开端的, 其措施包括, 用一艘大型船只, 夜间利用抚弃舰, 或者一艘巡洋舰打开各种雷达, 发送大量无线电信号, 而主力舰队和航母则开足马力, 保持无线电静默一路跑, 这种手段在苏联USA海洋雷达侦察卫星, 大批量部署之前, 是十分有效的, 足以让苏联人惊讶地发现, 找不到美国航母了, 而如果编队已经被定位, 那么接下来就是放出自己的舰载机, 驱赶和消灭试图套近的苏联飞机, 苏联的对应方法, 则是派出跟踪群, 直接来两艘驱逐舰跟着你的航母, 这可不是在你周围都会圈子就要走的, 而是可以一直跟着, 就算在战时美军迅速击沉驱逐舰, 骑航母的位置, 还是会在第一时间被暴露出来, 那么到了今天, 中国的对海监视手段, 一方面是卫星, 目前主要还是用光学, 红外侦察卫星进行详查, 无线电针针作为普查手段, 因为光学卫星侦察监视效率较低, 需要对目标进行持续跟踪的话, 其实是颇为吃力, 需要数量非常多的卫星, 才能在一片较小的海域内, 实现时刻有卫星盯着的效果, 关于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卫星, 能做到, 什么程度呢? 有消息说, 目前已经能够做到在中国周边海域, 维持每半小时, 有详查卫星过顶的水平, 而未来, 中国的卫星数量会继续增长, 同时, 我国也正在进行主动雷达海洋监视卫星的试验, 搭载这种试验装置的, 当然是一个大型航天器, 是谁呢? 大家自己猜吧, 2018年4月2日, 天空一号目标飞行器, 在无空飞行状态下, 近乎打脸的于南太平洋上空载入销毁, 让炒作中国空间站砸向地球的外媒都闭了嘴, 我们迈向星辰大海的道路还在继续, 而天空一号也早已后继有人, 不过这个试验平台, 目前的轨道, 对于执行侦查任务来说并不理想, 它更多的是一个试验目的, 一旦洗技术成熟, 随着长征五号重型运载火箭的成熟, 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这类卫星的大量部署, 相比之下, 目前俄罗斯的USA侦查卫星, 已经全部坠入大气层烧毁, 毕竟冷战后没有继续发射, USB卫星老旧不堪, 原定今年入役的整合USA和USB功能的新型卫星, 到现在还没动静, 当然, 现代我国和苏联相比, 有个优势, 是我们的三军一体化信息连路, 已经能够做到直接将卫星发泄目标的信息转化为攻击坐标信息, 发给导弹部队, 必要的时候这样就直接可以打了, 只不过可能需要发射较多的导弹, 覆盖一片较大的海区, 才能确保民众, 而要真正准确有效的发起导弹打击, 还是需要用一种更为精准实实的侦查手段, 跟踪群这样的手段, 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行为, 毕竟即使是苏联海军, 两艘驱逐舰也不是随便挥霍的兵力, 就这么拿出去送掉, 确实只能说是无奈, 而且驱逐舰也不总是够用, 这个时候就得上民用船只, 来跟踪了这时候岛礁的价值就出来了, 南海岛礁, 尤其是岛礁上的机场, 可以将中国有人无人侦查机的搜索范围外推很远, 尤其是诸如降龙EA03这样的大型战略长航时侦查无人机, 当然了, 目前由于选用发动机的问题, EA03的流控时间, 和美国的全球鹰还不能相提并论, 但如果出发基地更靠近目标海域, 那宝贵的流控时间自然可以下降, 只要能够精确探测到目标, 那么其实用什么手段实施打击, 在现代战争中反而是其次的问题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对于中国来说, 阻断和破坏敌方的侦查手段, 也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虽然美国新太平洋司令戴维森前几天在国会作证时, 哭穷说太平洋方向的侦查监视兵力严重不足, 但与中国相比,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侦查监视兵力, 仍然是非常强大的, 尤其是我国长期以来缺乏P3C, 或者P8A这样的远程海上警戒飞机, 虽然大家平时经常说P3C是反潜巡逻机, 主要执行反潜任务, 其实并非如此,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这种飞机最大的价值不是那套并不怎么靠谱的空投声纳系统, 而是机上的高性能对海搜索雷达, 它对于大范围内掌握海上信息非常有用, 至于下一代的P8海神, 功能就更强大了相比美国及其盟友, 尤其是日本在亚太部署的数百架P3C飞机, 我国早期持有海军的少数运巴海上巡逻机, 其中有一些装的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八十年代从英国买的搜水雷达, 好在这些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随着大批高新6号反潜巡逻机的出现, 中国缺乏海上巡逻机的问题正在迅速改善, 笔者住在上海宝山区, 以前经常伴着海军大厂基地, 起飞的运巴海巡逻踏上上半路, 现在则经常抬头就看见高新6号的大尾巴, 对此也是感触颇深, 高新6号的尾巴, 是次探测器南海岛礁建设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过不少关于美国全球英受到这些岛礁上干扰设施, 干扰被迫返航的消息, 而最近我国官方媒体也发出了, 关于南海岛礁电子对抗部队列宫收奖的消息, 表明他们在那里也是辛苦了, 为国家安全,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说, 南海岛礁确实是一道海上长城, 能够很大程度上有效阻断, 美国窥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空中之眼, 卫星照片, 主臂胶上的龙撞天线阵列, 而美国和日本从2015, 16年就开始讨论要利用自己掌握的岛链, 部署导弹来封锁中国海军, 乃至攻击中国本土的可能性, 事实上, 美国还曾以此威胁中国, 试图让中国加入中岛条约, 但问题是, 一方面, 美国在中岛条约限制之下, 打算在这里部署的只能是用ML发射的短程导弹, 射程不能超过500公里, 这就大大降低了7座战效能, 至于日本, 乃至台湾的岸舰导弹, 不过是一些普通的亚音速巡航导弹, 就连雄三这类技术较老的超音速飞航式导弹, 在解放军舰队眼里, 也不是什么难以拦截的目标了, 更别说亚音速, 所以实际上恐怕只有一点对于他们自己的安慰意义, 就算美国打破中岛条约, 也不要忘记一个问题, 每日是以岛屿与大陆对射, 中国的导弹部队和军事设施, 可以依托复杂地形, 广阔空间, 优效实现打, 躲, 藏, 而每日所控制岛屿上的发射阵地, 基本只能是固定部署, 从信息站角度来说, 固定部署的目标, 实在是太容易被定位和攻击了, 所以即使美国日本在第一岛列大量部署中程导弹, 也很容易被解放军先发制人所消灭, 这和当初美国利用德国, 土耳其部署能够攻陆机动, 难以消灭, 随时可以直接攻击莫斯科的潘星, 战斧中程导弹, 给苏联造成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部署在岛礁上的导弹, 机动范围很是有限, 这一点对于岛链上的美日军来说, 也一样正是因为我们在中程导弹问题上吃定了美国, 所以压根不会和他去搞什么中, 到谈判, 而且, 中国的战略也不是什么区域拒止反介入, 美国人所意想的, 是中国以防御态势, 阻止美军向亚太增兵, 并最终压倒中国的战略, 然而, 中国实际所想的, 只怕要比这大胆得多, 谁规定我们只能防御的, 美国人所设想的, 那种诸步削弱向亚太增兵的美军的战略, 恐怕是日本人九段渐渐作战的翻版吧, 或许, 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 把解放军当日军对付的亏还没吃够, 还想再吃一次吧, 来源, 然后,